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壮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壮新闻 我是黄青 今天礼拜五了 昨天晚上是圣诞夜 我们的朝野立法委员很辛苦 昨天一整天都在立法院 为了美租的问题 那么全面的对决 一直熬战到半夜12点 可以说 大家都是过了一个战斗的圣诞夜 今天礼拜五 我想转换个心情 今天不跟你谈 太严肃的政治冲突的事情 聊一聊圣诞节 特别是香港跟在中国 出现的一些变化 香港我们知道 香港是一个非常洋化的都会 每年的圣诞节在香港 很多香港人也习惯 聚会或者是到教会里头去 那么还有就是非常多的商家 会推出餐厅也圣诞餐 那么很多消费者也会去采购 跟西方社会非常的像 但是今年 今年非常特别 今年香港的圣诞市场是非常的差 非常的差 什么原因呢 第一个当然是跟疫情有关 因为疫情让香港 尤其现在这一段时间 疫情又严重了起来 很多消费者也被锁足 就没办法出门 那这是一个原因 但除了这个以外 跟香港的整个政经情势的变化 其实也有关系 特别原因是香港本来就是一个资本市场 是一个金融中心 那么大家也知道 香港在过去几年 那么中资企业 在香港的股市占比 已经越来越大 那么我没有详细统计 可能有到百分之七十左右 那中资企业基本上 他们不太跟客户 有这种所谓的圣诞的礼仪 我讲的是说到年节 送了一点什么礼物给你了 或者跟客户搞这种 所谓的圣诞的联欢会 那中资企业不这么做 那香港渐渐的 香港本地的企业 也开始减少 用这种像圣诞节的名义 来联络他的客户 所以一个是疫情 一个是香港本身的 这样一个变化 再加上大家也知道 这两年 这个特别是今年以来 香港的变化非常的大 很多民主派的 纷纷被抓被判刑 像李志英还被五花大绑 而且最近又传出 这个要大规模 北京要大规模的 把这个区议员 这个制度要全部改变 因为去年11月 战中运动之后的 区议员的选举 这个泛民派拿到了 这个六成以上的选票 七成多的议席 而这个区议员 他们可以成为特首选拔委员会 有一百多人可以进去 现在等于北京告诉你 我原来跟你讲 设定了一个游戏规则 现在我发现 这个游戏规则 我可能赢不了你 那我干脆把它废掉 这是香港的一个变化了 那你可以想见 如果这样也变 那个也改变 那么香港原来的这种 耶旦的气氛 那么现在又要把它 它又慢慢要融入大湾区 那你融入大湾区 那你如果把香港 过耶旦的气氛 也跟着带到了大湾区去 这个对中国来讲 当然是不乐见的 所以零零种种的原因 现在香港应该讲说 今年第一次出现 耶旦节在香港非常的冷清 这个疫情之外 也有一种非常特殊的 政经环境的变化的背景 已经有香港评论者建议说 香港的商场应该考虑 改用中国可以接受的一些节日 来成为香港的消费日 春节可能是其中一种 甚至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 这个都有可能 但不管怎么说 耶旦节在香港 慢慢的可能会变成过去 这个是我们在看到 整个政经情势的变化之外 你会看到连一般人过的节庆 都会受影响 好那香港人开始不过耶旦 那么圣诞节在中国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从改革开放以后 因为中国慢慢跟西方社会 跟全球接轨 那么一些原来在中国社会不存在的节庆活动 慢慢的也开始兴盛 特别是在这个2010年之后 有非常多的这个企业商家 那么也跟西方一样 那么尤其迎合年轻人 喜欢在耶旦过节 北京上海这些城市 到处可以看到圣诞的街景 但是从2017年开始发生了变化 因为机关学校开始颁布禁令 要求不得参加圣诞节的狂欢聚会 然后各地还出现反耶旦的游行 呼吁说要拒绝阳节日 过过中国节 那2017年的9月 中国的这个一会一团 就是他的一个这个教会 就爱国教会 跟这个他的一个 这个教会的爱国教会的组织 他们研理了一个叫 天主教中国化五年规划纲要 那么这个纲要是要指导 地方教会如何践行这个中国化 不仅在神学理论上要中国化 也要在教会的礼仪生活 圣乐艺术 教堂建设等方面深入探索 而最终的目标呢 是要用中华文化来浸润西洋宗教 就像历史上佛教东来 走向本土化一样 不止天主教包括基督教 包括伊斯兰教也都要逐步的来实现 当然这样的一个氛围 跟中国大陆 尤其习近平上台以后 所谓的这个三自信 这个所谓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那么现在加上个文化自信 所以中国大陆从2017年开始 有一波叫振兴传统文化的风潮 那么中国国务院也颁布了一个相关的意见 在要求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的工程 要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 这些传统节日 这个本来无可厚非 这个应该说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过程 只是说这个结果现在变成要走到一个 对于这个已经形成的 全球各地都习惯的这种过圣诞节的气氛 现在变成是要打压 而这种打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江西的偏远的这个乡村 甚至有基督徒 那么被教导说不要信上帝 要改信总书记 因为说耶稣基督不能帮你脱贫 但习总书记可以帮你脱贫 这是对他的一个个人崇拜 那除了这个以外 很巧因为毛泽东 毛泽东他的生日是在12月26号 所以在中国其实这几年 左派一直在推动 所谓的不要过圣诞 要过毛诞 就是到12月26号全民一起 当然中国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立出来一个说 把这个毛泽东的生日列为全国的这个这个国庆日 国庆假日 从这个角度看 坦白讲共产党还比当年我们国民党在执政 在台湾戒眼时期 那个时候的讲公生日还是放假的 国庆假日 那但是现在随着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浪潮 我们讲说不过圣诞要过毛诞 将来有一天如果毛诞没有过 搞不好会不会要过习诞 习近平现在个人崇拜 那么日复一日的一个兴盛 你可以讲整个来看的话 这种所谓的拒绝圣诞活动 这个坦白说是一种民族主义跟爱国主义 那背后其实就是一个排他主义跟保守主义 那我们讲说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其实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跟复兴 能不能够发挥作用 还是取决于说 你能不能够为人类文化的建设做出贡献 也就是说你能不能把全球社会的普遍精神 转化为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跟价值目标 而不是只有自己自己民族在那边搞这个自恋 或者是搞一些个人崇拜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中国的文化复兴 如果我们光从一个不过圣诞过毛蛋来讲的话 这还有一场很长的路要走 好今天礼拜五 我们要邀请一个非常特别的来宾 第一次上我们的节目 那么他是余光能源的董事长 苏月亮博士 多年的好友 那么今天有好几个相关的话题 要来跟他好好聊聊 在礼拜五这个时间 我们甚至除了谈能源政策 谈他的创业历程 也要谈一谈一个非常特别的 一个台湾最大的三秀原 这个庭园的一个故事 好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就请苏博士到节目现场 POP壮新闻 好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今天我们来宾是余光能源的董事长 苏月亮博士 元亮兄早 早 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这个我今天请你过来 因为我知道您在能源的部分 是投入很多了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苏月亮博士他原来是在台大交大任教 那么后来也从事到高科技产业 那这几年更多的时间是在进行 这个我们讲的这个Solar 这个是太阳能的这一个开发 当然这几年台湾的 也许2016年之后 那么政府对于这个绿能 是相对来讲非常的重视 您作为一个参与到 这个所谓的这个新能源的一个发展来讲 因为也有很多人对台湾政府 现在做新能源 也有很多的疑问跟质疑 从大方向来说 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从整个大方向来讲 我想做利能 不只是台湾需要做 全球都需要做了 因为这个整个碳 将来这个有一个会对地球 产生很大的影响 对 而且全球的碳排放要降低 这是每一个国家都几乎都 必须做一个世界公民 都必须要去从事这个事情 只是说每一个国家 它的政策它的推动 因它的国家的不同 地理环境的不同 应该有所不同 我想我们台湾在这方面 当然我纯粹我个人的观察跟感觉 我大概是在从学校离开之后 研究单位离开之后 大概在电子产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才十年前 我才渐渐转到绿能这个行业过来 所以说在这个行业差不多有十年 那一开始我是在海外做太阳能 那一直到了 我们就要讲重电 重电 那我曾经在杜拜 英国 墨西哥 多米尼加 日本 美国更是 到处在全球在那边重电 那重电所有的绿能 所有的新能源都是各国 都是必须要补助了 都是补贴 主要是因为成本的问题 对 因为它的这个新的设备 新的这个supply chain 所以一开始总值比较贵 那而且它是鼓励这个一般民间投资 所以如果没有固定的一个 这个回收回报的比例的话 大家都不会参与 所以当时 我打个三 那我们现在政府对 包括太阳能力电的补助 就算是国际标准是不是 还是说我们有特别 因为有人认为说 好像给这些业者 也有人质疑 所以政府给的太多了 我个人觉得 以投资者他愿意投这个钱 在这边 你现在台湾的这个报酬率 也是合理的 而且它每年会下降 每年下降 是因为你的成本也下降 它有一个评估 所以给你一个固定的一个利润 那么当然全球有一些 开花比较早的一些国家 它的绿能 已经到了一个程度 这个成本也 这个绿能的成本也降得比较快了 那它的这个报酬率 可能就没有台湾目前的高 所以台湾以全球来讲 目前在台湾做绿能的话 算报酬率算是中上的 也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台湾在这块发展比较慢一点点 所以你这个时候一开始要吸引 包括我知道欧洲好像荷兰 就有很多的厂商过来 所以也是要有利可图 要有诱因就对了 其实我本来都是在海外投 那后来把它拉回来 把资金跟资源都拉回来台湾 因为就是因为小燕政府开始 它一直倡导到到2025年 它希望20个GIG的利能 那希望台湾有20%的发电是利能 那我觉得说我这些资源 各方面应该拿回来台湾 所以我是在差不多它上改之后 在前几年我才开始 在台湾做这个利能 但是感觉上的话 我个人的感觉 当然希望如果跟相关的政策 制定人也不要觉得说 好像受到这个批评 我感觉我们能源政策 其实很多是模仿 或者是参考海外的一些做法 其他国家先进国家的做法 因为我们不够因地制宜 其实我们用利能 一个是没有碳的排放 对 对台湾来讲 能源有一个特殊的问题 我们希望能源是自主的 对 因为我们现在 基本能源全部是进口的 那如果说有一个战争 这个可能因为我们是海岛的关系 对对对 所以没有办法 你自己只能自己自主 但你用新能源的话 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还有台湾的地理环境的特殊性 我比如说我们讲太阳能好了 太阳能在海外 我这样子 对了 墨西哥我也做过 就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在墨西哥 我做这个10个 100个MW 就是你把那个太阳能板 铺上去 其实太阳能板铺上去 这些工程 以及技术都不是很难 基本上是一个 选择一个地点 是那个征收土地的问题 征收土地才是大问题 那我在墨西哥之后 他那个墨西哥的地主 其实跟我们见了两三四面 然后政治开始谈起来 不到三天 我就把那100甲地 全部签下来了 那么相对的我在台湾 自从我们进来之后 在彰化那边 当时政府有2000多公顷的 所谓的不利耕作 对对对 不利耕作的土地 去开放要来做太阳能 听起来很合理 可是你知道吗 每一块地虽然是不利耕作 每一块地都是好几家传下来 那么那个持分 一两分地持分好多人 那累死了 那你要全部的人 统统统一当时 现在不知道 有没有跟杜庚一样 说一定比例的话就可以 哇那是不是搞了我三四年 才去整合成功 政府机构没办法代劳 没办法 这个是因为政府也不能去 说教他们一定要来做 这个土地是人民的自由 要选择什么使用 那这是另外一个成本 这个时间成本很可怕 那你想想台湾 有多少这个地可以这样子做 而且台湾是三分之二是三地 那三分之一才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平地 是平野 那三地是不适合做太阳能的 对 因为它这个位线等等之类 在山上这个很不容易使用 所以其实可以用的不多 对那三分之一才是这个平地 那平地里面我们农田占的大部分 对 丘林地更不能做 有水土保值的问题 实际上你生气很难过 所以真的剩下可供的土地 其实就那些而已 那些每一分地都好多人持分 我就开玩笑说有一个地 我在彰化做的时候 我们在大城做一个案子 在100Mbps目标 后来整合了差不多六七十Mbps 六七十甲的地 那中间有几分地 我为了要取得那些持分的东西 还要跑到建议一些前来盖上 因为它现在在里面关着 在牢里 有些在海外 哇那个真是困难了 所以为了整合那五十甲的地 来做五十Mbps 我花了快三年的时间 三年 然后你在墨西哥是三天 100Mbps就整合起来 所以这个第一个呢 这个制度 我们农土地的大小制度 是跟国外完全不一样 但如果这样讲的话 当然现在我们说太阳能跟风电 现在台湾的绿能 你刚刚讲2025年要达到 大概占我们总的发电的比例 差不多20% 做得到吗 很多人说不容易 这个我看是相当不容易 但是在这个风电这边 政府有花了很大的心力 虽然一开始风电 其实是很多 这个做绿能人是反对的 因为我们电也有所谓品质问题 什么叫好的电 品质好的电呢 就是很稳定的 一直供应 风电比较不稳 要看机器 风 那风电呢 风电大家很容易想到 有时候有风 有时候没风 没错 有时候刚开始 你看那个在陆地上 我们开车经过 很多风机都不动 对啊因为没风 没风机不动 但是太阳能也一样 阴天像台北现在都会下雨 所以这些都不是这种机载 不是机载的电影 对 那风电呢 它其实更比泰国更 不一样的一点就是说 它呢 我们最 其实台湾为什么需要 不要核能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是夏天热的时候 用电量很高 那我们希望有很多的电嘛 那既然力能起来的话 我们就用力能来做 那你知道风力 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 达到这个当初政府规划要的 好像是六个GIG的这个目标 比例甚至已经达成了 已经很快速的 因为政府强力辅导介入 然后让这些海外这些很多这个设备厂商难不来 然后这个资金也让它很容易中央进来 但是为什么当初很多绿能人都反对 因为它跟台湾的气候形态是违背的 跟能量吸取是违背的 最热的时候是没有风的啦 夏天的时候 夏天很热嘛 冬天的东北季风 我根本没有这个缺能源的问题 那你要储存电也要耗能 那储存就非常贵 所以它唯一的方法就是说 夏天没有风就没办法嘛 冬天如果风或者晚上风大了之后呢 它只好去让其他机税修 可惜我们不像这个德国法国这样临近 就可以卖给国家 就可以卖电就互相交换 就是没有嘛 我们没有耶 所以这是我们的特殊性 所以其实这种做法 当初政府主要是说 我们也没有风力发电的产业 所以它要求这个所有来投资这些厂商 要把这个技术转移 所以比如说中钢就可以去做这些调啊 来做风力发电 然后应付船那个维修也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政府花了大成本才有这样子的一个 鼓励协助让他们来 就希望台湾有这个产业的形成 那你说力能2025到20%你觉得不容易做到 但是风电已经几乎达标了 风电已经几乎达成 那太阳冷还早 太阳冷就是我刚刚讲说 我们很多政策呢 其实是跟着国外 那比如说我们如果你印象深刻的话 一开始我们不是政府能源局 上面喊出一个百万屋顶吗 对啊 你发现不行 你住台北你有没有一个朋友家里有屋顶 没有 没有当个人有屋顶嘛 那高雄呢 南部有很多是透天出很多屋顶 可是它没办法做 为什么 上面全部违建 你让它合物好 那不是这个字 那又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家屋这个几乎没办法做 几乎没办法做 甚至有阵子还是提出什么 要怎么样50万户先做啊 什么之类 根本不可能 能不能干脆到海面上去去做 海面上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待会可以讲 风的问题 那可是在国外不是这样啊 我们在海外多年了 很多人的房子上面就可以做 这个讲起来就是天然条件的问题 因为我去过敦煌复阳朔 那个地方很干燥 那个太阳能板 哇一整大片 青海这个一大片 一大片 这个就是四河嘛 那台湾就是没有那种地 可是说话又说 那台湾有没有更 比如说我记得你聊过生殖能源 对对对 生殖能源啊 就是说我们讲的因地质疑啊 除了要考虑到你的环境 比如说刚讲到太阳能 你这边要设太阳能场 你碰到困难啊 比墨西哥 比那些地广人稀的地方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之外那台湾有什么一个 可以特殊发展的啊 你我这个苏元梁博士之前 有提过一个叫生殖能源啊 什么叫生殖能源啊 这个我待会来跟他请教 另外呢我还有一个疑问啊 台积电啊一年啊 听说用掉台湾8%的电力啊 但是台积电算那么多钱 用那么便宜的电啊 那台湾又是一个缺电的 能源没办法自主的一个 这样的环境啊 这到底合不合理啊 这些问题我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一并来跟苏元梁博士请教 好欢迎回到 POP壮新闻啊 今天邀请余光能源的董事长啊 苏元梁博士啊 来跟大家谈一谈啊 这个从事啊绿能啊 这当中啊来也等于说做一个啊 大概整个我们政策的一个啊 回顾了啊 跟这个鸟看啊 好这个 原来兄讲到说啊 因地质疑啊 你也讲到啊 现在因为呃这个风电啊 台湾有季节的错落错落的问题 那这个啊 用太阳能的话呢 又碰到这种啊土地啊啊 这个取得不容易啊 那台湾自产的所谓的生殖能源啊 你提倡呢 生殖能源是指什么呢 生殖能源其实很多种 像废弃物某种程度也算一种生殖能源 是是 那另外一种是像沼泽 这个这个猪粪啊 猪粪的沼气 是是是 台湾其实也没那么多 对 但是有一些养猪场是有 那这个 大概只能做小型的发电 小型的发电 不是很大的面积 我们也不希望台湾到处都是这么走 对啊 環境成本太大 对对对 那另外一种蛮重要就是所谓农业废弃物 农业废弃物 农业废弃物 在国外也选择一捆一捆的这样子 是 那可以做很多用途嘛 是是 那比如说麦杆 麦杆 麦杆 或者是玉米杆 或者是果树 每年都要去修剪 修剪的时候 那些枝芽 枝芽是非常多 或者像宜蘭那边很多木材业 那个木屑 你不要看到木屑 一年也好几万吨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还有很多 我们都可以拿来 透过适当的这个气化 这让它能够去发电 这方面呢 这技术没有问题 技术上我觉得是还有一点点考量 但是基本上政府很多东西 这个技术绝对不是像五奈米 什么那么深的技术 也不是像什么不得了的 这个核能发电 绝对不是那种深的技术 但是政府需要一些鼓励 可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在说 为什么说升值能力很重要 因为它每年的产量非常之多 它今天已经造成农村的一个农业汇气 事实上是一个问题 如果能够把它拿来做能源发电的话 我不只是解决了废弃环保问题 也同时达成了能源这个制度 为什么我认为升值能力值得鼓励 因为台湾商风这个是森林 所以平地都是种了很多农作物 所以它的产出是非常大 而且这些产出我根本不需要到海外 我石油天中气通通静 我就地取材就可以了 太阳能是力能 但是太阳能事实上它的经验这部分 很多还不是从国外来的 也不是我们自己有那么多的金棒 那这个火力发电根本不用讲了 可是升值能力量 就是你整个台湾岛被包住 船都进不来的话 你还可以在里面发电 然后升值能力量它本身天生就是 因为运送会很贵 比如说在台南这个地方取得的这些废弃物 像台南跟嘉义是种很多玉米 它干掉之后它来做 我不可能把它运到台北去发电 它一定是就地小型 所以不会变成一个国外的危险 不会说一下被打掉 怕到这个发电厂 然后整个都瘫痪 不会 因为它会非常分散 而且台湾本来就一直要走向 所谓分散式的电网 所以这个天生是很适合 再加上以后这个国外 你这个工厂像台积电 它现在要求说被要求 Apple就要求说到了哪一年 你要全部都是绿能 绿能 那自己台积电也宣誓说 2050年要全部100%的绿能 以后小公司也渐渐会不要求 现在台湾就比较大型 500加600加都已经列 他们大概有10%还是多少 一定要是绿能 那我这个用升会器物的 它就到处有 而且它因为它有一个小小的燃烧的过程 所以要在工业用地 所以你公司里面 刚好一次工业用地 里面设一个 就算在那边做 它占的频数 可能200平所能产生的电 跟太阳能比起来就已经占很大 太阳能 因为太阳能量是很低的 所以你在家里盖了半天 你也不过度个这个度小夜 你用不了什么电 冰箱冷气一开就不够用了 你知道 那你真的要那么大 电就要50甲地 才能够生产多少 那不可能有那么多地 这个不用你知道 而且生殖能源是在国际上被认定叫零碳 因为它的生长的故事 碳吸了很多碳 所以燃烧会放一点碳没错 可是加种起来是零碳 所以这是非常值得 而且本地所有的 你刚讲到台湾的天然环境 第一个我们位处在这个热带亚热带地区 本来就是制造生殖能源非常充沛的来源 然后你又三分之二是山地 所以你的木材废料很多 而这些东西不但制造 漂流木 而且现在它也变成环境的负担 这个时候可以转化成所谓的废气物变成能源 环境污染的问题 以及能源需求的问题 合起来刚好是一个 那为什么政府长期都不重视 因为它本身政府是这样子 它要补助的话 它必须有一个合理 也不能给你太多补助 像地热化电 一开始也没有 后来他们就经过很多话题 证明一点点 但是总就不是一个很大的 规模不能出来 政府现在它就是说 你要能够证明你一度电 你需要多少钱 那我补助一个合理让你合理的利润 但是你如果不先补助它 它没办法做一个试验场给你看 试验场要很大吗 也不要很大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政府 并没有很关心在这里 那这个东西有点基生蛋诞生机的问题 其实业者已经在很多场合 跟这个能源局开会的时候 都去建议过 国外有没有像你说 风电的这个 日本现在做得很大 越来越大 日本是吧 但是日本呢 日本很有趣 它的生殖能源的这个 农业汇气汇汶 它都在港口附近 为什么 因为它呢 要从农业来进口 进口 废弃材料 那些东西 野子壳啊 什么这些东西 进口过来 所以它很多是设在这个 那我们根本不用了 我们不用了 我们大概是不需要了 我们平农业有一大堆野子壳 你能想象那个量其实是非常大 云嘉南很多的卖杆啊 还有这个甘蔗渣啦 甘蔗的那个皮 太空包那样完了之后 那些都可以来用啊 但是现在问题就在于说 政府没办法有一个补助 像太阳一开始12块钱一度电 那现在给你一个3块 所以我业者没办法说投入 然后证明说我事实上一度电是要多少嘛 那你如果说我不和你第二年就把它调降就好了 可是现在没有 所以大家起走不敢投入 我感觉这个几乎是一个很 这个是一个复合型的一个产业 包括连国安都可以谈上来 对不对 因为能源自主嘛 好希望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啊 能够我们的听众朋友 政府部门工作的应该也不少 希望他们也注意到了 好我这个问题我找时间再来好好的 如果有一些这种突破 我们再来让大家知道 那之外我想我想也跟 因为有听众朋友之前 也有人在写这个email 在我的脸书上留言问到说 台湾的能源问题当中 有一种说法 台积电用掉台湾8%的电力 那让大家觉得说有一点 因为台积电它是科技业嘛 所以税本来就有优惠 然后呢电这么便宜 一年赚的它的盈利大概有4000亿 而且台积电呢 将近八成的持有者都是外资啊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岂不是我们台湾用 台湾你本身发电 我们还火力发电呢 还有造成污染的成本 用很低的电让台积电创造 好听叫富国神山啊 结果利润呢都被外资赚走啊 然后我们还留下很多环境成本 能不能给台积电的电啊 成本高一点啊 台积电可不可以少赚个一年 少赚个五百亿 也没差一年赚4000 少要五百亿 让我们的电的这个这个 回过头来啊 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质疑合不合理 我个人认为啊 并不完全这个合理了 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说刚刚讲你那些数据 基本上都是对的 因为2019年大概台积电用掉 143亿度的电 是不是台湾的8%嘛 那同样的去年呢 2019年台湾的绿能 可以产出140亿度的电 所以他产生的绿能 根本就还不够他用 还不够他用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140亿度的这个绿能 刚好是6% 台湾总需求的6% 所以你刚刚讲说 他占掉8%是合理的 因为他再来这个年度 会增加71 因为那个什么五类米三位 南科 非常之需要电 非常之需要 湿电是很厉害 所以他如果增加71度电的话 大概就在9% 所以6到9之间8% 所以我想你的读者 你的给你音乐里面提到他用8% 其实是蛮有知识的一个 所以讲的是没错 反过来讲 我也去稍微试算一下 因为他曾经做了很多节电的措施 因为这个电的这个定价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什么样的状况 多少条件 工业用电 工业用电 商业用电 民间用电 然后哪个时间 然后你如果买一truck的话 一接一接又不同 所以其实很难去推算 我们如果不在里面很难去推算 他到底一度电多少 但是呢他曾经做一个节电的措施 他结了差不多3亿度电 然后我看一个报道 他省了差不多7.5亿台币 所以换句话讲说 他一度电平均大概2块5 2块半左右 那2块半左右 如果很多听众朋友里面 在大陆有做过事 大陆的电其实蛮贵的 比这个高 那在美国也都比这个高 可是问题是在于说 电价前往被批评 电价这个事情要看 跟相对于民间所得来看 你说美国电贵 那好像要跟他比 可是他的收入什么是 那中国怎么讲呢 中国收入没有比台湾高 中国收入没有比较高 但是中国整个资金也贵 资金成本非常贵 所以他自然这个东西 会整个受影响就很贵 但是台湾我觉得 事实上并不特别贵 那是为什么另外一个理由就是 他跟所有其他公司 是完全一样一套 没有说因为他是富国生山 就给他编赢 这个我知道 当然你讲的就是说 不能够单独要求台积电 拉高 但是也许我们应该开始 对科技产业的用电的成本 也要稍微拉高一点吧 用电成本拉高 他就让他的竞争力会下降 所以我是觉得 我是比较主张自由经济 就是你照这个规矩来 你不能说因为他这个贵 所以我们在税法上 就对他征收比较多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你又是外资百分之七八十持有 结果每年赚那么多钱 有一大块是因为 我们店很便宜给你的 所以这个理论 我这样讲的就是说 交通违规 你这个抓一次可能一千八 超数 你过他们也会管那一千八吗 他根本离都不离嘛 可是我们就很care 但是你不能说 因为他赚很多钱 所以用他的收入的比例来扣他 我知道这个挪威 不是挪威 Nokia这个叫芬兰 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你如果是 记得有一次上报纸 Nokia 他在给财务长 赚了钱很多 可是他们是根据你 薪资的收入多少 来给一个比例 他一脚一个单 就是三百万 那这样的话 张忠某去台积去7-11 买东西都好像比较贵 所以这个会产生一个不合理 只要他跟别人都一样 我觉得 那就是他的竞争力 那台积电 我听说他好像有2025年 要改用绿电是不是 他是这样 他2050年 他全部用绿电 所以这一次呢 他其实虽然风力发电 当初大家认为说 不适合台湾的气候需求 可是他产生了很多力电 那力电有所谓的力能跟凭证 是 力电的凭证呢 Apple这些要求他有力电 所以他后来本来是想说 太需要电 他一贯的主张说 我自己来盖电厂 现在不用了他就买那个 他后来在屏东也去搞台糖的地 不行 后来他反过来 他把卧序全部买掉 那这样可以解决 台积电冬天也需要电啊 所以刚好你讲那季节的不合拍 但是这个也不是 因为电是一个大的这个大水库 他不是说需要电 说送到你家 他说送到那个大水库里面 他只是说 大水库容量的容量 你产生到他拿多少 但是他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说 他马上可以符合他的力电 这个需求的比例 因为他有力电凭证 是是 所以这个是当初我都没有想到 所以这个 那风力发展一滑 其实马上解决上一个问题 那他自己内部是很积极的 要在这个 一步一步的这个力电含量 要增加 那我是觉得他带头 这个企业最需要电话 带头做的事情是 会让力电的政策 比较容易推动 好啦 我觉得因为当然现在 台积电已经变成 台湾的这个所谓的 纽约时报都说 他是台湾最重要的 台湾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地方 原因是因为有台积电 可是就是因为冲着这个帽子 大家是讲 其实不只电的问题 还有水 像现在台积电到这个南科去设厂 最近云嘉南地区很多农地休耕 就是为了调集水源 让台积电来用 这背后还有很多的 社会代价的问题 好这个有机会再跟你请教 我最后一趴想要跟你聊一下 因为其实苏元朗博士 他除了从事现在讲的这个能源之外 他早年很多的时候 是在这个科技产业 但是呢 这几年他另外一个心思 放在是经营有一家 这个很特别的 台湾的最早一百多年历史的 台湾市的这个私人庭园 就在云林大碑的山秀园 那这个山秀园这几年应该讲说 从今年以来 这个名气慢慢的也打响了 开始有一些包括旅行业者 在做国内的音棒的这个措施 已经开始在进行 我们节目上已经开始也听到一些广告了 在宣传 今天我就把这个原主请到节目中来 待会跟请大家 跟大家好好来讲一讲 他怎么经营山秀园 POP壮新闻 好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今天我们邀请余光能源的董事长 这个苏元亮博士 刚前面讲了很多有关能源 他作为一个实地的业者 提了很多的真贬的这样的一个意见 那除此之外 最后我想请大家来谈一谈 因为这几年我知道 原梁兄在经营山秀园 那么应该说也花了很多的出钱出力 当然这个是他家族的一个私人庭园 好 山秀园 现在因为如果像我们台北的 我们听众朋友大概北部的为主 那么听到山秀园 第一个我一定好奇说 为什么那个地方 我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为什么是值得去走一走看一看 我想很快的这个介绍一下 山秀园这个是很很一个特殊的机眼下 我本来打算退休 就是可能全球到处跑啊这样子 但是这个山秀园是在已经从起见到现在 大概一百多年在清朝的时候 清朝开始 清朝开始 然后到了我太太的外祖父呢 他在差不多九十几年前把它整理成 差不多现在这样的格局 那么他占地有四公顷 大概一万坪左右 一万坪左右 后来他传给他的大儿子 就是我们的大舅儿呢 他人在日本很少回来 所以大概有四十年时间 几乎都荒烟漫草了 已经荒废掉了 对 可是他从前呢 是一个蛮有名气的一个花言 而且因为我的外祖父 他是一个汉式的诗人 他对于写汉式是他毕生的职业 所以那边有很多的这个当史诗色呢 迦南地区呢 这个张云嘉这附近的地区的这个诗人 很多诗色都互相吟唱 那以他那个地方为一个基地 所以他有很多的好朋友 那可是因为荒惠了四十年之后呢 我进去就把他接下来 就改变我原来的退去 就把他接下来 那整理了差不多快六年 那现在大概初期规模 现在渐渐有一些人也来看 那他基本上的特色呢 我想呢 就这样讲 就是他是一个 我定位他是一个台湾的人文花园 那他里面有很多的文化底印在里面 那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 那他跟其他的花园是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常常看这个 我知道在园林地方还有一个人说 他是类似日本的尖六岩 就把他弄得非常日冷风 那还有什么南岩 像江南的 都不是在我们本土产生的一个花园 那这个花园是 如果各位听众有机会来看 一进去你就觉得是台湾的园林 那我们又刻意让他觉得 台湾园林的气氛更浓厚 比如说很简单 你到全世界的园林 有檳榔树的就绝对是台湾园林 因为其他园林都不会有檳榔树 那你到了东南可能有檳榔树 可是他就不会有其他台湾种的 本土的树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用什么日式的或者是江南的 你的植批很多都是栽子在那里 印过来 像张华也有一个蛮大的一个 很贵的树 某家族 对 那这些跟土地是不结合的 没有故事在那里 硬把他用钱摘下去 我们那边的树像榕树这两三百 都是就地在那里生长的 所以那种感觉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希望这个山岳园 来变成一个 因为外族当初设这个园林 就是把它用这个桃园林的这种方式 比较隐退退隐式的这个甜言的这个思想来做的 我们希望他将来变成一个 也是类似这种气氛 然后变成可能变成台湾大家在缓满生活 一日桃花园那种感觉 一日桃花园 可以在这边观赏 那我们会非常欢迎 那在文化面呢 我们也非常提倡说 因为这个基地他汉诗这个诗人 当时他的互相参加的诗人 也很多都有花园 可是都因为都市发展都已经毁了 只有他这个花园 这个诗人的故居 三秀圆 三秀两个字 据他们考证了 当时这个老祖人 取名三秀圆 是因为三秀就是灵芝 这是在诗经 气焰九哥里面 气焰九哥里头 也有讲到的 那因为在三秀圆里头有灵芝 那这是一个 灵芝当时就叫三秀 就叫三秀 对 然后另外就是说 这是一个在早年 台湾五大诗人林园 那为什么他可以特别保存下来 一个原因 反而是因为他已经荒芜了很久 而且因为是在云林的乡下 他比较不会碰到这种农村 变成建地的发展的问题 那当然家族也让他有心的维持 那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基点 我觉得挺好的 尤其在台北北部的朋友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都不能出国 现在大家在寻找台湾 要发现新台湾 三秀圆其实是一个值得去走一走的地方 现在可乐旅游 他们已经有推出三秀圆的专案 合作 所以听众朋友 如果过年前后这段时间 可以到云林一日游 或者把它结合 像这个南园 故宫南院 这个整个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行程 可以考虑看看 也可以上网去查 我想主要我们并 我们是预约制 预约制 所以你没来我们不会说特别开门 对 他不是像一般 他是预约制的 所以你可能要 或者参加像可乐旅游 或者是上他们的官网去 有一个联系的管道 好 谢谢苏妍两博士 今天时间到了 礼拜五 那么谢谢听众朋友 帮我撞向我们 下个礼拜一见